台積電股動會之後 給了半導體市場非常正面的訊息 包含了大客戶回答 AI晶片爆發 蘋果也同時發表MR頭盔 讓先進封裝 這台積電自己講的功不應求 只是在營運轉好的氣氛當中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一句話 恐怕要放大來聽 放大來看 被問到缺電怎麼說 劉德英回答 政府說電購也只能相信 綠電夠不夠用 台積電的真心話 鍾伯哥好像最能信 我覺得他沒有說出真心話 還沒說出真心話嗎 他其實就是很無難的講 政府說了我們就信 有點照單全收的概念 我們人民還可以說怎麼樣 所以就是只能用愛發電嗎 他說什麼 他說好啦 2025政府說不缺電 我們只能相信 還特別加個只 只能 是不是無奈 好 那在MR技術領域耕耘很久 蘋果也宣布新品做出來 會讓人振奮 我們曉得台積電 在前幾天公佈他們的營收 有點衰退嘛 對不對 不過他說大家不要急 下半年跟2024年保證會大爆發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蘋果MR這塊大補丸 可是你看台積電的電 真的不夠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你說的這些MR的手環 這個我們講頭盔 他真的不用手了 他以後就只要靠眨眼 或者是了不起的 你就說個話 我舉個例子 假如我現在戴頭盔 我戴這個MR我在做事情 我說去把電鍋開啟 那我就可能就 眨個眼睛 因為我之前可能有輸入這個指令 我眨個眼睛 他就去煮飯了 這麼厲害 對 那如果說你要再做一些 比較複雜的事 比較洗衣服 而且我要洗這個高級衣物 那我可能就用講的 哈囉小M 幫我洗高級衣物 是的 以為你啟動 洗30分鐘 好的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是不是 兩隻手騰出來可以做很多事 如果我運用到在軍事呢 我扛一把槍 我再牽一隻狗 所以要炸個眼 炸個眼 對 那或者是比個手勢 可能繼續揮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你現在看到了這樣 我們說的Vision Pro MR的這樣的一個頭盔 它非常的方便 那它的晶片一定要什麼 很強 就像你講 高階製程 先進製程 果然 它的這個晶片 它用的是M2和R1 這兩個晶片 好 那M2 R1兩個晶片 第一個 以前你蘋果的產品 你只用一個晶片 我只能賺你一個晶片的錢 你現在用兩個晶片 M2左邊 R1右邊 我是不是賺你兩個晶片的錢 是不是回到劉德英 剛才說的 真的是下半年跟明年 大爆發大補完 對不對 但我問各位 你要用這些 你要生產高階晶片 你要用這些的高階製程 你要用電 而且不只是 蘋果的產品是大補完的 你不要忘9月份 中文哥還有iPhone手機 明年還有AI晶片 台積電忙都忙死了 定一定要夠 好 那我們來念一遍 M1 R iPhone15 輝達 高通 對不對 超微的 超微的 對啊 好 我講到這邊 我再回到這個字卡 台積電旗下海外廠 都可以用綠電 台灣沒有足夠綠電可用 希望政府重新檢視綠電政策 台積電會配合政府 配合政府是結論 前提是你要有綠電 我們再來看 還有一個超強的怪獸晶片 各位有聽過嗎 這個叫M2 Ultra 這我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它好厲害喔 你看M2 Ultra晶片擁有 1341個晶體管 它比上一代多出200億個 被蘋果稱為晶片怪獸 我知道聽起來有點不太懂 沒關係 剛才你看到M2頭盔用M2晶片 已經很強了對不對 我就說它是章無忌 它現在等於是兩個章無忌 封在一塊 那真的是神功護體 對不對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它可以做的事情 也變得更厲害 它就可以打敗誰 ChartGPD 4.0了 這ChartGPD 4.0 它用的是輝達GPU 人家蘋果說我M2 Ultra 我不用用到GPU 我直接就可以代替GPU 來做語言模式 就是一個CPU 可以代替GPU加CPU 這麼強 好 OK 你聽到這邊 跟著我一樣振奮了吧 我們都期待著 這樣的產品上市 而且它們都是下單給台積電 但台積電這邊來 問題又來了 台積電說什麼 它說我現在AI伺服器 訂單據AI晶片三級跳 可是我的Cose Wars的 封裝產能跟不上 所以它現在必須在Cose Wars 這些高階晶片產能的封裝 也要強化 那去年底 光是這些AI高階晶片 七到八萬片 2024年它就要做到二十萬片 是不是說 它說不用擔心 因為真的會大爆發 而且它現在還啟動 二爛米試產前的前置作業 它要載入最先進AI系統 來節能減碳 然後加速試產效率 預計蘋果 回答都會是手臂客戶 剛剛看到那句話的重點沒有 它要節能減碳 好 為什麼它要節能減碳 來 我們就講剛剛明君 特別強調的 不管你是iPhone 還是你是MR頭龜的蘋果 蘋果公司它就已經承諾了 它不只向美國承諾 它還向全世界承諾 它也要向很多的 綠色和平組織承諾 我2030年 我會達到全面碳中和 你要減低碳排量 那你要用濾電 可是你現在這麼多的晶片 M2 M2 Ultra 你看到台積電 台積電用的是濾電嗎 在台灣比較少 台積電有用濾電 但你台積電用的濾電比例不夠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根據彭博社就報導 他說2017年台積電的排放 600萬噸 那個碳 碳排量 是用噸計的 600萬噸 好 2019年800萬噸 2020年1500萬噸 我想講一個 因為數字通常都比較難懂 但我想講一個是什麼概念 這張圖 大家看得懂吧 這張圖是蘋果它說 我要做到碳中和 它已經給世界下了一個承諾 你看從2012一直到2019 你看它那個綠電的那個 就我們講碳的那個碳排量 都居高不下 對 它現在說我要這樣 我要這樣 可是台積電呢 碳排量是不減反針 600 800 1500 你怎麼跟人家背道而馳呢 是不是 好 台積電又不是不知道 台積電不但沒有綠電 跟蘋果配合 台積電還有第二個問題 今天你跟蘋果說 我有在用綠電 蘋果問你 證明在哪 所以你是不是知道綠電 還有一個叫平鎮 我告訴你 台積電最近還必須要狂買 國內的綠電平鎮 台灣的電是這樣的 電歸電 平鎮歸平鎮 電鎮分離 江明君有聽懂 來 台積電記幾年購買 綠電平鎮的數量 一直在創新高 這邊這個表格 大家看 我解釋給大家聽 大家一聽就懂了 你看 三年 三年全台灣的綠能平鎮交易數 也不過就90.7萬張 來 你幫我看看 台積電買走幾張 89.5萬張 99%都被他買走了 他真是用綠電的大戶 所以他也必須要 綠電平鎮的大戶 然後再來看一下 台積電綠電的種類組成 風力發電佔75% 太陽能佔25% 有沒有覺得 太陽能的比例不太夠 然後你再來看 他以前買綠電平鎮 2020年才5萬張 2021年 AI新奇的那一年 74萬張 多了15倍 你現在看到這邊 有沒有看有為台積電緊張了 你會不會到時候 有肉吃不到 有金便的訂單 但你做不出來 因為你交不出綠電 交不出綠電平鎮 有 台積電想到了 所以台積電你現在去看 我為什麼要播這畫面給大家看 太陽能發電 台積電最近 大概就上個月 它跟成星電力簽訂 總量200億度的合約 200億度分20年給我 也就是你每年必須給我 10億度的太陽能發電 那它就是綠電 10億度什麼概念 來 電動車的駕駛朋友 我舉個例 一度電跑5公里 10億度可以讓你的電動車跑50億公里 你看一下量英特爾 你的競爭對手 三星電子 你的競爭對手 英特爾的綠電比例 82% 三星電子 也有20幾% 你都要看台積電 不到10% 你是不是會被蘋果撩 蘋果一定撩你的 如果我要賺蘋果的錢 我要賺灰打錢 就被什麼扯後腿 被電不夠 綠電不夠扯後腿 對 可是問題來了 綠電貴 所以台積電的成本 也一直在逐步墊高 你買了綠電 蘋果會問 證明呢 你是不是還買個證明 買證明在這 要4.6元 額外的成本比較高 然後你這個證明 我跟剛剛又說電證分離 你買了證明 那電呢 電在這 來 台電工業電價是3.38 我幫大家整理一下 你跟台電買的這個店 加上評證總成本7.98 你跟民間買的店5.5 你看一下 這些都是它的成本 對 對不對 那這些都要花錢 有錢就有市場 有市場就有什麼 就有大力 就有幣案 是 大家都起來沒有 幾個月前 不是台南地球 警察官在調查嗎 說立揚能源 以檢舉餘溫溫寮的方式 趕走圓城族戶取的國有地 什麼意思 我要設七谷的五天光電廠 因為立揚能源在台南七谷 有光電廠有五個 都是叫天什麼 天什麼 所以我們就暱稱 它叫五天光電廠 五間 那你要地吧 那原來的地是什麼 漁民 那他跟國有地租的 那我就檢舉你 檢舉你 你是不是就不能再租了 你就走 你走就變我的 然後我再把它化整為零 然後用小二甲 小二甲模式 送新辦電的計劃 這裡頭有沒有人謀部 張檢察官要調查 但目前檢察官是讓 這個我們說立揚能源的 這個負責的總裁 古勝輝 四百萬 交保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有利可圖 那他為什麼會變成今天 有利可圖有弊案 就是你政府之前 為什麼不早點規劃 我們就不會無電可用 為什麼以前要說出用愛發電 這種很好笑的話呢 中國的經濟數據會造假 但是中國的動物 可就造假不了了 這個影片帶您看到的是 有中國遊客去江西省的 南昌動物園 發現一隻畫面上面 黑黑的是什麼 黑熊 站起來很瘦小 比工作人員還要矮 擔心是營養不良 沒東西吃 雖然動物園趕緊出面澄清 但大家擔心 是不是地方沒錢養動物呢 連動物都沒有飯可以吃 而地方在屋最重的地方是雲南 昆明路邊 百路邊攤幹嘛 要民眾一起投資成頭債 打出9%的年利息 但我想問加分 問題是有誰敢買 好 當這個中國經濟 要發生一個大規模的 突發事件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些小小的賽 有一些警訊會先跑出來 但我們看到這個警訊之後 可能後面會有一團拉股的 很誇張的金融風暴 我們剛剛明天特別講到了 在這個南昌的動物園 有一隻黑熊瘦到皮包骨 就是畫面上這一隻 看照片你會覺得說 這根本是公讀生在辦的吧 對 好像是一個小孩子在裡面 怎麼會有那麼瘦的熊 穿了一個玩偶 然後在那邊讓大家能夠拍照 其實這是一個女子在中國大陸 然後她看到她的爸爸 去到這個動物園裡面 然後拿出手機一拍 這個熊怎麼瘦成這樣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她把這個畫面 放到網路上之後 當然這個南昌動物園 就開始出來解釋 不是我們不給牠吃 不給牠水喝 你看我們又給牠東西吃 但是因為牠是人工飼養 所以牠長期下來 牠會比較瘦 毛會比較鬆 夏天會脫毛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瘦 這是毛不見了才變瘦 牠們有牠們自己的說法 但是是不是這樣 我們用眼睛看 的確跟一般的黑熊比起來 牠的確是瘦很多 這不是我想像中的黑熊 再來 牠們又去到了 另外一個區域去看這個駱駝 駱駝也出現了脫毛的症狀 你看也是脫毛 然後牠們發現說更可怕的是 在這個圍欄裡頭 沒有任何的水 飼料都看不見 接著又走到這個狼區 你看在這個籠子裡面的這個狼 也是一樣沒有任何的水 飼料 然後更可怕的是 牠們去形容說 牠們看到了這個狼 甚至受到連牠們家旁邊的 這個流浪狗 流浪狗都比牠胖 對 就牠覺得太誇張了 然後那一路走下來 牠覺得說整個動物園是奇錯無比 然後滿地的這些會物等等 沒有人去清理 整理 牠們就在懷疑說 第一 牠們是不是有虐待的情形 第二 會不會這個動物園 根本已經沒有經費 提供人工照料 獲得是食物等等的 再來我們就講到了 我們很多的這些大事 我們都從小細節開始看 這是其中之一 懷疑說是不是中國的政府 地方政府開始沒錢了 可是動物很無辜 對 但是真的沒錢了 牠們也沒有辦法 好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中國的目前的債務情形 到底是如何 當然 我們都知道 他們的一貫做法就是說 如果是好的事情 他們會放大好幾倍 所以你自己要去斟酌 如果是壞的事情 他們會縮小好幾倍 自己也要斟酌去放大 好 他就告訴你 中國政府今年的1月 它公布你的我們的債務 大概是人民幣37兆多 那這個數字是壞的嘛 所以我們可能要乘以好幾倍 好 現在就有國際的 這個貨幣基金組織 他們去預估了 今年2月份 中國的債務應該是 已經增加突破到66兆元 所以你對照他們說出來的數字 甚至不到40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其實暗地裡 這個國際的貨幣組織 他們說的可能債務已經66兆 比較接近真實的 中國債務的數字 但是在實際上 我們到了民間去看看 你就會知道更接近社會底層 真實的心象是什麼了 如果說最近有到昆明去旅遊的 在街上會看到一個 好像是公讀生一樣 搬了一張桌子 然後在旁邊放一個海報 然後低頭滑手機 它也根本不管你 你有人來 他就幫你推銷 介紹 但是它這個海報 裡頭都藏得很有趣的事情了 放大一看發現說 原來它是在路邊攤 賣所謂的這個城投債 意思就是叫你說 來投資我們的城市建設 對啊 那麼過了幾年之後 你會有拿到 比你本來投資的錢 更多一點的報酬 對 你的利率大概是在 8.6%到9%左右 這很高 很高 因為中國一般銀行的利率 是3%左右 你是中國銀行定存的三倍 意思就是要你先拿錢出來 做投資 它是用這個很高的利率 去吸引你 但是你錢拿進來之後 你在幾年之後 能不能夠拿得到這個利率 那我就不確定了 有可能這利率是你自己的錢 發給自己的 還不知道 是啊 它是寫得很清楚 說你拿10萬來認購 但是你在一年之後 你可以拿到10萬8千6百塊錢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夠拿到 大家其實都有疑慮 如果大家想投的話 為什麼門口是門口羅雀呢 沒人想買 而且介紹者竟然在低頭划手機 是 顯得很 是啊 然後是一個非常年輕的 類似好像公主森的這個概念 大家會覺得滿頭問號 再來大家看到這個狀況之後 都是從小地方開始看 路邊攤在賣城投債 那是不是表示說 昆明這個政府 真的已經是完全已經掏空了 真的欠在 欠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了 於是在網路上 就流傳了一張昆明城投專家的 會議紀錄表 白紙黑字上頭就寫著說 有一個昆明政府 要去上海借錢 而且還不只是市政府的副市長 自己去而已 他還帶了三家公司的董事長 一起去 要去上海 跟上海政府借錢 好 那在這時候 當然昆明市政府人出來駁斥 說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在昆明有兩家 這個土地開發公司 他們有一個 有兩筆 大概兩億元 快要到期的債券 竟然付得出來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不是欠錢嗎 怎麼還付得出兩億呢 後來他們去看發現說 原來他們是挖東牆去補西牆 比方說這兩億的錢 他們拿什麼 拿要本來要去做交通投資的 也拿去補這兩億 還有高速公路的 有一筆高速公路的費用 也拿去做兩億的債務的 還給這個債務 結果這個債務包括了高速公路 包括了交通 包括了土地開發 會不會發生很嚴重的公安問題 現在是大家非常擔心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 中央地方政府 到底現在資金缺口的狀況 有多嚴重呢 是 好 我們在2022年 其實就是在包括去年的地方 其實地方政府賣土地的錢 已經相較於前一年下降了將近兩兆 因為這個線已經開始往下掉 再來是2019年以來 這個部分是生產的毛額 但是上頭灰色的部分 是欠債的部分 欠債的部分 是生產毛額的三倍左右 所以你怎麼樣都沒辦法 把這個債給補回來 好了 我們剛剛提到 會有一些比如說公安危機 比如說會有一些交通問題 土地問題發生很嚴重的錯誤 重慶 重慶的貴州就發生了 江南的小區路面上發生坍塌 這是在昨天6月5號發生的事情 在箭頭所指的地方 路面整個坍塌下去 大家覺得真的是接連出大事了嗎 因為除了這個重慶之外 另外還有包括了在天津 天津這是非常有名的這個房地產 是這個碧桂園 碧桂園的這個大樓 竟然樓體整個大範圍的塌陷 而且這個碧桂園 大家不要想說它是一個很小的房地產 它是兩家很大的房地產 集合在一起 變成了碧桂園 所以全國在中國大陸 都有很多的碧桂園相關的建設 可是畫面是碧桂園附近的路 裂了 然後導致影響旁邊建築物歪了 就住在裡面人覺得很可怕 在碧桂園有三千名的住戶 全部被遭到撤離 趕快離開 現在大家很想知道 是說你政府要不要趕快出來告訴我們 到底它是天災還是人禍 如果是人禍的話 嚴重懷疑說你可能會有資金的不足 等等的發生了這個樓體坍塌 甚至傾斜的這樣的一個危機 再來你知道現在地方政府都在缺錢 所以都在東想西想要賺錢 我們記得其實之前在這個貴州 曾經有賣過 殯儀館的特許經營權 在當時疫情發生很嚴重的時候 但是今年換了一個新手法 它今年最熱賣的商品是 停車場的特許經營權 停車場為什麼這麼熱賣 而且特許經營權 是 如果說政府要去開一個停車場 然後每次收那個20塊 50塊 太慢了 我就賣你停車場的經營權 你一次就跟我買25年 買30年 你是不是給我一大筆錢 我政府立刻就有一大筆的收入 能夠拿去還債 這個是政府開發出來 新的停車場的經營權 停車都可以賣 當然了 再來我們剛剛提到 包括了房市的衰退 包括了土地沒人買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房市 房市就看出他們經濟的領頭羊 房市很慘 經濟就很慘 這一個是在中國的房市的股價 叫做藍光 你看它的股價超慘的 0.4人民幣 0.4人民幣這什麼意思呢 只要它如果連續收盤 在這個20天的交易日 都在1塊錢以下的話 不好意思 你就直接退市了 就直接下市的意思 那它真的退市了 對 6月6號藍光 它正式終止了 它在A股第一家退市的房企 房地產居然可以搞到退市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看起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慘 而且這個藍光 不是一家很爛的房地產 不是 也不是很爛的股票 它當時上市的時候 還有四川一哥的稱號 而且它上市用四年時間 賺了百億 賺了千億的規模 但是從2021年這個時間點 也是在疫情期間 對 沒有人要買房了嘛 也是有這個經濟周短的危機 所以2021年開始 早在兩年前 就已經欠了24點多億 但是這一路虧損到 今年的5月份 它已經虧了400多億元了 越虧越多 是 所以它只好面臨 它的這個退市的現象 這可能不是第一家 絕對不是 因為熟知中國房地產 跟房企的人都說了 它是第一家沒錯 但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家 另外我們來看到 其實茅台大家知道 很多有錢人會去買茅台 去投資 甚至送人都會有面子 對 這是在中國大陸 非常珍貴的一個名產 除了這個價格很高之外 它的股價也非常高 但是你知道 如果面臨到中國的疫情也好 然後經濟不OK也好 沒有人有辦法拿這麼多的錢 去買茅台的時候 他們只好轉向 開始賣起別的東西了 本來茅台是賣酒 大家都知道嘛 賣白酒的 但它現在賣什麼 賣咖啡 賣冰淇淋 好怪喔 白酒 這個冰淇淋 真的還賣得還不錯 為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 它這個酒的生意 已經慢慢慢慢的趨緩 對 所以它開發新的品項 可能酒的單價比較貴 沒錯 買不起 所以這一招其實是要去拉攏 年輕人的心 要開發新的市場 否則一直顧著 它本來茅台的這個生意呢 如果持續不張的話 它怎麼辦 所以去挖掘更多 年輕人的生意 要賺年輕人的錢 離親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